做一些人生大事的一些东西 你要负责任 你说你要负责任的这句话是 你有另外一半现在 帅帅大家好 我是六月 我觉得每一次录这个单元的时候 我都是充满着不舍 今天呢又有一个重磅消息 目前这位主角已经在我的线上了 让我们欢迎Eon 嗨大家好 我是Eon范威杰 你要不要自己说一下是什么事 因为我的其实合约已经到期了 所以我没有继续地计约下去 虽然这个篇章已经关了 我也希望有下一个新的篇章可以打开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粉丝朋友们 甚至有些对于我有误解不喜欢我的 接下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我吧 其实我印象深刻 你有一次其实有推荐我去看一部电影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你其实并不是我想象中这么难以亲近的一个人 哈哈哈 哎呀误会了误会了 这也是可能一路来就是大家的一些科法印象吧 别人会觉得有距离啊 这也是我早些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做到不好的地方 会觉得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 但是我不会顾虑掉其实我这样会导致会影响成这样 但是我现在长大可能成熟了可能会讲了耐心比较多了 可能会觉得哎呀如果我以前不要这样的话 可能我会有更好多的人员也不会这么的extreme 喜欢我的人很喜欢我 不喜欢的人很讨厌我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很讨厌我 但我觉得很多东西你不可能倒流时间的 这我能只能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把这个吸取成我人生经历的事情 你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会是什么时候 4月30号 那很快咧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不舍是一定会有的 毕竟时间这么长 跟工作人员也好 有一些姐姐哥哥们是看着等于是看着我长大的 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难难可悔的 我觉得我会把这些都牢牢的放在心里 但是我觉得要讲到那好像很悲观这样 我觉得我相信我还是一定会跟公司有机会可以合作 所以你是离开了公司 但是你还是会继续演戏吗 那当然当然这团火从来不会灭掉 就好像我在13年的时候我拿到了新人奖 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成为一个好演员 但是我知道在这12年里面有高有爹有气有福 有不容易有坎坷有心酸有开心 但是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力量 你做这个决定是有没有哪一个时刻 还是说其实它是一个累积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一两年 你的戏剧作品都比较少的 嗯很老实的跟你说 其实这也是其中的一点 去年其实有过这样的一些规划 然后你就会考虑到你的未来 你会考虑到你还该做些什么 怎样的从一个被动的状态去发挥到一个主动的心动中 其实我也很想要去做一些我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恢复到自由生的我 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一些创作 或者是跟其他的一些制作团体去幕后的去尝试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这一次离开了之后你是会可能休息一下吗 还是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我觉得我不会休息 恢复成自由生 自由艺人身份之后 当然我需要好好的去寻找一些机会 现在不是让我松懈的时候 现在反而是让我更加发奋努力的时候 你有没有就是什么样的角色你想要挑战的 OK 我燕芳来者不去 任何角色我都想尝试 希望大家可以给予我智慧 如果他跟你说这个角色非常好 但是我们这个资金有限 前世不能衡量艺术角色剧本的东西 很多时候角色的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就是有没有什么人是你还蛮欣赏 但是这12年来都没有机会跟他合作过的 其实很多 但是我现在只想到了 有两个人 我们的白威秀还有五个七一五 夫妻的 其实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有看过《8 days》 刚入行的时候威秀姐有讲过 他说其实他想要合作的人是我 对 威秀姐也是刚刚庆祝入行20年 都跟你12年重叠在一起都没有遇过 我觉得这一段可能会成真 我们把这一段剪下来然后tag他 好 讲老实话啦 我最想合作的还是我师父 你知道吗 他做徒弟很想要证明自己 他从来不会讲我好的你知道吗 别人都觉得也很不错也很好的 你在干嘛 你的状态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有恩师这种严师是好 所以我很想证明给他看 嗯 然后最近我不是刚刚杀新一个就是谁杀了他 Kill Sarah 那里面就李明酸 温森豪他们了 然后本来我想跟监制想 你可不可以搭一场戏 让我跟李明酸对自己配合 但我觉得我的学生跟他的学生 根本不可能放在一起 所以就没有了 李明酸先生 我希望我可以跟你合作多一次 那哥你就说你去年有这个想法 那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你有跟任何人商量吗 我没有跟什么人议议 我妈也不懂 你妈也不懂 嗯 那他到现在知道了吗 还是别在你发布 他也是精神上蛮鼓励 跟支持我的 也挺尊重我的决定 谁是圈内第一个知道你要离开的人 我师父吧 李明酸啊 他那时候在台湾啊 我就 师父啊我走了 他会吓死吧 他就有打电话给我啦 然后我们就聊天家了 他还是一样 情绪上非常的鼓励我 当然他有 他还是跟我说 他说不可以放弃啊 真的不可以放弃啊 如果外国以后有任何的机会的话 真的要把自己全部脱掉 从零开始那种感觉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几个好友啊 像Romeo Alvin啊 彭震龙啊 你看震龙也是最近才知道 我觉得他太忙了 没有什么好好的讲 因为不用刻意的去告诉他们 只是因为当你需要一个辅助的时候 我觉得哪个是可以明白我内心感觉的 我才会跟他们讲 像哥你说的 很多人跟着你一起长大 就是我觉得他会有很多人会想要知道说 那你离开了之后 你就成家立业 我们下一个说到的新闻就是你结婚了 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会把这个新闻告诉大家 但是 大家必须要在可以成立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现在的状态 要先把现在的一个规划给好好的做好 然后才有这些时间跟精力去 做一些人生大事的一些东西 对 你要负责任啊 为什么我听起来你说你要负责任的这句话是 你有另外一半现在然后你要 没有没有负责任的意思是就是说 不管你做了任何事情 大大小小的一生你都要负责任的 你不可能现在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拿什么去跟取人家 对 那我看到就是最近其实你很常po 你自己的那个副业 你要不要顺便告诉我发展一下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First Attempt 差不多是我的自己的一个牌子 以前都是做衣服 但现在都是一个生活日用品 大家都需要的美食 每天都要用到的 在未来的几天内 我会发布一个新的产品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First Attempt 那最后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 喜欢你的人跟不喜欢你的人说 不喜欢我的人 谢谢你们的不喜欢 因为你们的不喜欢才会让我看识到真正的自己 把我自己的ego固执给放低 让我检讨我自己 现在的我我愿意接听每一个声音 而对于喜欢我的人最大感恩 在有这么多负贫或者是不喜欢我的同时 还有你们的支持跟一直以来的陪伴 我觉得是非常感恩 也非常感谢公司对我所做的一切的赛倍 接下来我也希望我可以走得更好 也可以让你们非常的骄傲 你们知道新加坡有个演员 她的名字要验傲理性就是这样 谢谢哥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 也希望接下来你想要做的事情 都可以顺顺利利 心想适合 可以也希望六月你可以加油 好好的 可以 谢谢 谢谢你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留看 拜拜